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本视频由 Y点子实验室的淘宝店 独家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Y点子实验室 我是歪叔 昨天晚上在外面抓壁虎 正巧壁虎嘴里咬着这么个家伙 被我从虎口里救了出来 但为时一晚 他还是挂掉了 这是一只豆娘 今天我们就来仔细看看这只豆娘 至于壁虎的视频 已经在制作中了 来请大家多多点赞 来催促我更新 可能很多人会把他叫成蜻蜓 其实也没错 因为他和蜻蜓都属于蜻蜓目 蜻蜓属于叉翅牙目 又分为青和亭 而这个家伙属于君翅牙目 俗称豆娘 豆娘与蜻蜓的主要差别是 蜻蜓体型一般比豆娘大 蜻蜓的头是圆的 两只巨大的眼睛 几乎覆盖了大部分头部 休息时翅膀张开 后翅比前翅略大 尾部相比豆娘比较粗短 而豆娘的头部呈现哑铃状 两只眼睛分别分布在头的两侧 休息时翅膀收紧 前翅和后翅大小几乎一样 尾部比较细长 接下来我们把这只豆娘放到显微镜下面 来看看这种神秘又古老的昆虫 到底长什么样 特别是她的眼睛 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 这种神秘的声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